好 那就交給Peter 好 大家好 然後我覺得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參與在國外的麵海鬆 因為我上一次參加麵海鬆應該是 我剛加入社群大概不到一年的時間 然後就去參加了在台南的麵海鬆這樣子 然後這一次剛好是一次到紀州島舉辦 然後剛好自己很高興自己已經 就是有時間可以參與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然後覺得這個機會蠻珍貴的 所以就是希望藉這個機會分享給大家相關的資訊 然後也可以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現在就是麵海鬆的活動大概會長什麼樣子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大合照 就是有聚集了台灣、日本、韓國 好像還有香港的參與者 然後一起拍的一個大合照 然後我們的地點是在韓國紀州島南邊 就紀州島比較 紀州島大概大家都知道紀州島大概就是一個島 然後很多的觀光的景點這樣子 然後比較熱鬧的地方應該就是紀州市 就是機場所在的地方 還有比較下面的西歸普市 西歸普市主要是因為世界杯的關係 所以發展起來的一個都市這樣子 那我們的活動地點是在下方 紀州島下方的那個西歸普市的這個NIA 就是有他們韓國政府所建立的一個類似教育 然後兼具有就是活動舉辦跟住宿功能的一個場地這樣子 然後也很高興可以來到這樣這個地方 那自己從台南到紀州島的話 我在台南那個時候的就是大概2020年的時候 我還是一個新參者 然後到紀州島的時候是變成了一個可能沒有那麼新的參與者這樣子 然後我的日文程度也從那個時候只有大概N5的程度到現在應該大概可以到N3的程度 那我覺得說如果大家有想要參加面海鬆的話 語言能力的提升可以幫助你跟其他的參與者做更多的交流 所以非常推薦大家可以趁這個機會就是學習日文跟韓文這樣子 那我自己其實那時候學日文的時候一部分 我MonoNu的動機也是希望自己能夠在下一次的面海鬆 可以跟更多的參與者做交流 那我自己自認我這一次在面海鬆的過程當中有可能有做到部分的目標這樣子 然後這邊就是我們那個活動的地點拍出去的那個畫面 就其實離海蠻近的 所以就真的是一個真正的面海鬆 對離海又更近一點 我覺得那時候在海南的時候我們的住宿跟活動地點是沒有辦法直接看到海的 我們是在晚宴還有就是其他活動場地的時候可以看到海 但是這邊的話就是直接你可以直接從我們的開會的地方看到海 你就先先如果你那個做專案做到一半覺得很累的話可以就是跑到外面去 然後就是看著外面的海景這樣子 其實真的是蠻漂亮然後氣候也蠻舒服的 那感覺交流也更近一點 就是這個是我們在那個晚上晚宴 然後應該說第一天的結束之後我們一起去喝酒的時候 跟那個那個韓國的新內桑還有就是日本的 忘記完蛋了我忘了叫名字了 就是跟他乾杯的時候拍下來的照片 對那不過其實那一張我們不應該放的 因為畢竟就是他知道有一個新聞嗎 就是這個是報導就是那個我們的一個參與者叫Ted 然後他的相關的一個新聞 然後那個Ted他的那個校長就說Ted目前即將前往韓國 正參加一場國際學術研討會 所以這個面海松在台灣的媒體的定調上來講 是一場國際學術研討會喔 對所以我們還是要做一些國際學術研討會應該要做的事情 譬如說 對這是真的假的 對這是真的 對對對 對對對 這是中央社真的有做出來的一個新聞 所以我們學術研討會就是要有一個吹口琴的橋段 就是要有人附著吹口琴報告 然後也有人附著吹口琴評論這樣子 對對對 所以我們是真的在韓國濟州島那個我們走去餐廳的路上 然後兩個人就拿口琴在那邊battle這樣 對 所以這個是學術研討會發生的內容 那好沒有我們既然是學術研討會 那我們還是要有討論一些政經的議題 那我自己參與的經驗來說的話 這一次的面海鬆裡面蠻多台日韓的參與者 共同看到的幾個議題包含了不實訊息 其實不實訊息是最多人做的 尤其是因為AI應用的出現 相信大家也應該有意識到說就是 人工智慧的出現其實也讓不實訊息的相關的議題變得更加的複雜 那還有另外一個是人工智慧的應用啊 還有人工智慧的相關的就是機制要怎麼樣被治理 這個也是很多人在討論的問題 然後還有社群參與的工具 事實上像有一個社群參與的工具不知道大家不知道 就是Decidine Decidine它其實在日本已經有一些實作的經驗 然後這一次面海鬆剛好就遇到了 就是有把Decidine投入到日本的地方政府 去討論一些地方自治相關議題的參與者 然後也有跟他們做交流 那當然也有做就是區塊鏈相關的交流 像韓國這一次負責籌面海鬆的出版團隊裡面 其中一個人就是Protocolabs的其中一位工作者這樣子 所以是非常珍貴的一個經驗 那有一些我自己個人還有觀察到還有自己達成的連結 像是像這張照片最 所以有以你們大家來說的話應該是最右邊 那是Seki 就是Seki-san 然後他是Call for Japan的其中一位參與者 那我是跟他有聊到說就是Call for Japan 其實有在試圖用Decidine這個公民參與的一個機制去連結那個Open AI 他這邊有提到的Democratic AI的計畫 就是Open AI在今年六月底的 優越幾截止的一個活動 有想要發獎勵金給就是世界各地提 用AI 就是用公民參與的方式來提AI 相關治理計畫的參與的相關計畫 那就是Call for Japan也有想要投 然後那時候就有跟他交流到 那也有就是Ronnie也有在跟日本的學生交流 如何用AI的工具去爬日本國會的資料 像是國會開會的影片啊等等的 如何用AI的工具來做 對啊 然後有一些有趣的議題 譬如說有一個韓國參與者 他發現日本台灣跟韓國都有很醜的吉祥物 所以他就做了一個就是台日韓三大 很醜的吉祥物的競賽的一個就是投影片這樣子 然後有一些有趣的議題 像是這是日本的那個參與者他們做的 就是他們想要做一個安心夜道 安心夜道 就是希望可以讓女生在一個人回家 走在路上的時候可以安全 然後也有一個另外一個有趣的議題是 Gusuri Gusuri在日本的意思是好好睡覺的 好好休息的意思 因為大家都知道就是對大家而言可能 就是大家都是野貓子 所以就沒有在好好睡覺 所以大家都要好好睡覺 然後當然也要有15根啤酒的橋段 就是就是 就是這個韓國的西內桑 在教我們怎麼調製最正宗的燒皮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些玩耍的一些畫面 對 好然後下一站的話 聽說明年會在福岡 日本的福岡舉辦 然後非常感謝大家 然後也很感謝就是 所有的守備團隊還有參與者 謝謝大家 好我們謝謝Peter 那其實我們大家可以看到 麵海松是還蠻豐富的 那當然可能你會問說 要不要一定要會日文或韓文嗎 其實也不一定 也是大家也是用英文溝通 可能重點就是可能要想一個 有辦法和其他公民社群 有辦法一起連結 然後一起協作 就是當你遇到這些外國 同樣都對社會很有熱忱的人們 你想要做什麼 對大家如果有這樣的想法的話 就是應該可以去抱抱麵海松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戳戳就是GDV國際交流 和麵海松的朋友們 對 對